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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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海源阁的来历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派来的和院大员听说了杨以僧的英雄世纪大为赞赏 杨以僧也因此得到朝廷的重用 最后官至江南河道总督 杨以僧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以僧从小好学并有爱书和藏书的习惯 他经常不惜重金购买善本真集 他住的屋子里里外外都放满了书籍 日积月累 日积月累 家中的藏书难免残缺受损 为了妥善地保存这些珍贵的古籍 杨以僧决定建造一座私人的藏书楼 使家里珍藏的古籍免遭潮湿鼠咬 以便为后人所用 他用自己的大半积蓄 在家院内建起了一座楼阁 取名为海园阁 历经几代人的收集整理 海园阁藏书不仅数量宏大 而且质量很高 其中以宋版的四经四史最为知名 于是海园阁中四经四史的藏室 还被称为四经四史之斋 那么海园阁是怎样收集到 如此珍贵的典藏的呢 海园阁的两代主人 杨以僧和杨绍和都是近史出身 他们懂书爱书 而且很有眼光 藏书的质量自然也很高 但海园阁的大量藏书精品 却主要源于清末的另外两所藏书楼 汪室中的义云书社 和端华以府的乐善堂 这两所藏书楼的没落 与海园阁的兴起 息息相关 其中义云书社的主人汪世忠 是苏州有名的富豪 自幼就喜欢读书 收书也从不惜重金 那么他的藏书又是如何散出 最终汇入海园阁的呢 他当时在做这个江南河道总督 然后呢 正好赶上这个太平军 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骚乱 就非常动荡 所以这些书藏书就散出 其中最有名的一笔 就是汪世忠的藏书 汪世忠的藏书呢 因为他是集中了很多 清前期藏书家的精华 所以这些精华等于 现在转手到了杨以增手中 所以使杨以增的藏书的质量 一下子就大大提高 那这个呢 其实是奠定了 后来海园阁的藏书 易云书舍的藏书 在战乱中纷纷离散 幸而这些珍贵的藏书 被杨以增收入海园阁 在艰难的时事中得以保存 海园阁藏书的另一主要来源是 端华乙府的乐善堂 乐善堂的藏书 汇集了前清时期 几大藏书家的精华 大都是颂元真品 那么乐善堂的藏书 怎么会被收入海园阁呢 这与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有关 爱新觉罗端华 是咸丰帝临终时所指定的 八位顾命大臣之一 新有政变爆发后 端华被慈禧赐死 端华乙府乐善堂的藏书 也因主人的悲惨命运 而惨遭流散 当时海园阁的第二代主人 杨绍和正在北京做官 他利用公务之便 收集了大量乐善堂的藏书 这使得海园阁的藏书不仅数量增多 而且质量大有提高 成为清末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 异云书舍因战乱 几代人的心血赋至东流 以府乐善堂 已因正局的风云变幻而不得善终 尽管这两所藏书楼的藏书 最终在海园阁得到七身之所 但同样身处乱世的海园阁 他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清朝末年 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海园阁也饱受摧残 1928年春 由于战乱 海园阁的第四代主人杨承逊移居天津 他将海园阁所藏的主要颂原真本十余箱 藏于天津租借住所 战乱中为维持生计 杨承逊不得不靠卖书度日 他将海园阁子部及部的真本26种 出售给多位藏书家 1929年7月 土匪王金发率众攻陷辽城 并抢占了阳宅 海园阁大量真本善本 惨遭损毁截掠 此年 土匪与军队轮番进入辽城 海园阁残存古籍 大量受损 1930年12月 杨承逊将剩余书籍 装成五世余箱 运至济南 1931年下半年 由于生活所迫 杨承逊经北平流离场早鱼堂经理王子林介绍 将92种珍贵宋元版古书 以8万元的价格 抵押给了天津研业银行 然而 杨承逊投资工商业亏损 无力赎回这些珍贵的点击 为了防止这批点击流出国门 著名学者潘富 长廊斋 王少贤 张廷厄等人 组织存海学社 集资赎买杨承逊的藏书 将这批真本保存在了研业银行 1945年日本投降后 国民政府才以1500万元法币 将保存于研业银行的珍贵宋元版古书 赎出来 这批真本 共计92种 1207册 分装七大箱 归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在这92种善本书中 有宋前道七年蔡孟碧东书课本史记 宋版毛诗 纯西四年福州宫史库课本礼记 建安蔡孟碧家书课本 汉书 王书编课本 汉书 宋家定四年课本 京石正类 背籍本草 南宋扫期 蜀课本 新刊精进 详著昌黎先生文 宋家泰元年 云阳俊斋课本 宝进山林级时宜 宋绍兴二年至三年 两浙东路查颜丝课本 资质通鉴考译 宋纯西三年建课本 新编方于圣满 元大德八年丁丝性课本 元丰类稿 吉谷阁抄本 西坤愁畅吉 石耀尔雅等等 当年在天津购买 海源阁藏书的社会一些名士 如周书涛先生 刘绍山先生 傅曾湘先生 陈清华先生等藏书家 也以不同方式 将所得的藏书汇集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北京图书馆 新中国成立后 经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多方搜集 海源阁历年失散的书籍大多归入国家图书馆 海源阁这座百年藏书阁 它的典藏不仅凝聚了杨氏四代人的新剧 更汇集了许多藏书家的辛酸历程 海源阁流散的珍贵古籍 随着历史的步伐 最终融入到国家图书馆 结束了他们漂泊离散的命运 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把海源阁的藏书 妥善地保管在善本书库内 这些藏书与国土镇馆之宝 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珍贵书籍 共同构成国土耀眼的典藏真品 一起副写着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 我们好传菜 咱们好传菜 离世重现